What's up guys, it's Cam here 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跟multilinguals 就多语言者有关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那大家都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会说很多语言的朋友,对不对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David 他会说普通话 他会说英语 他会说日语 他会说闽南话,对不对 还有我的妹妹秀允 他会说中文、日语、韩语以及英语 他们呢,以前都在我的视频里出现过,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没有在我视频里出现过 但是他们也会很多种语言 那在跟他们长期接触之后 我在观察了他们还有自己之后呢 我找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特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 多语言者在说不同的语言的时候 他们的性格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你在学习不同的语言的时候 你会去学习他们的文化 学习他们的思想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会学习他们的说话方式 那这些因素的话 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你 说话的性格 比如说对我来讲 我说英语跟韩语的时候 我的性格会更加外向 然后我说中文的时候 是比较温和比较亲切的 然后我说日语的时候 是最柔和的 打个比方 我在日语中跟韩语中 听到很惊讶的事情的时候 我的反应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比如说日语别人告诉你一件很惊讶的事情 你会说 但是在韩语中 你听到比较惊讶的事情 所以在这两种语言里 你得到相同的消息的时候 你的回应的性格跟说话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刚才提到的性格的变化呢 不是说把你原来的性格完全改变 而是这几种不同的语言 在你原来的性格基础上 对你的性格造成了一些影响这样 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 多语言者在学习了很多语言之后 他的母语的通畅性受到了影响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而已 比如说我身边的 我自己 杰里德还有David 我们三个人在说母语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David说的是中文 我们说的非常不利索 有时候就会 卡卡卡卡 那杰里德也一样 他说英语的时候 有时候一句话说下来 就磕磕磅磅重新录 一句话说下来磕磅磅重新录 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你不要看我现在说中文的时候 好像还挺流利的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有时候都录了好几次 你如果让我一次性录完 我会错好几次 OK 你看 你看 我的观察是因为 在学了很多语言之后 他的大脑会相对混乱 尤其是越在整理期 他的大脑越混乱 那有一些人可能学完之后 过了很多年 他整理的比较好 可能会恢复的好一点 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 大多数多语言者 他们的思想都会比较开心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 对不对 因为多语言者在学习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的时候 他也了解了那个地方的文化 以及那个地方的思想 对不对 所以他的思想会比较多元化 那在接触更多的文化跟思想之后呢 你会更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 去接受更多不同的文化 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 多语言者在学习了很多语言之后 他很容易把语言受串 很多人有一种理论就说 这个发生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这种语言里面 想要表达那个语言里的一个词语 但是这个语言里没有 所以我把这个词找过来 那大家最常说的就是presentation 其实presentation在中文里面 完全可以找到代替词 比如说我明天如果做的是 给客户的一个项目展示 我就可以说我明天要做一个项目展示啊 所以这个理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不是完全同意 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于 你想不想代替你可以找到一个词代替 但是我很懒我比较放松 我想要放松 所以我如果一定要去想那个词语的话 会比较累 我不是不可以 就像我现在录中文的视频 我可以完全说中文 我可以完全不说另外的外语词 只是我需要比较大的集中力 但是如果我只想放松 跟朋友好好聊聊天 那我就没有去管控自己语言的一些东西 我就乱讲了 那乱讲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说串了 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全都是多语言者 那你平时聊天的时候很容易被他们带跑 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 那至于网上很多人说啊 你说串是为了你想装逼 你想展示你的语言天赋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你说串是因为你每一种语言都不好 所以你才会说串 我觉得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关键是要看人 有些人是真的装逼 有些人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对于一个真的热爱语言想要研究语言的人来讲 这更像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选择 比如说我想放松的时候 我就不想去管理自己的语言 那我就容易说穿 而当我集中在某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需要只说一种语言的时候 我也可以做到 只是说我的精神会比较紧绷 那最后一点是 多语言者跟多语言者更容易成为好朋友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 对不对 当有一个人在几种不同的语言里面 都能理解你的想法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你跟对方的契合度很高 当然会啊 对不对 同时那学了很多语言的人 他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 所以你们的契合度是会很高 而且会被彼此吸引的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也是多语言者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搞不好大家能成为朋友的 对不对 那么变成了一个大型交友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订阅和转发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